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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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读 1st reading 还没成为正式的法案 理论上还有其他的小组会议 2nd reading 2读 还有house committee 再去考虑 3读 3rd reading 才正式成为法案 但是这种种种的程序 都可能会加输 它能加快 它能公党可以决定 怎么样的步伐来做 也可以加压班 加压班的话 快快的把它讨论过 比方说加到通销达蛋的讨论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所以问什么时候会实行了 比较难说现在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 只是一读 把这个东西抛出来了 让所有人做一个讨论 因为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其实所有人呢 有什么意见的 都应该发表意见才是的 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说 对这个移民群体来说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然后房产呢 对一个家庭来说 也是一项重大的投资 那么何律师您认为 这样一个这个政策上的改变 可能对哪些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其实这个法案的改变 不单只是移民群的 所有人都受影响 包括所有一个任何一个人 来新西兰 喜欢新西兰 现在新西兰这个美好之地来做投资的 都受影响的 都受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法案不好好的 谨慎一点考虑跟审批的话 是不应该的 但是好像工党现在 我感觉他们好像很快的把推出来 一直答应12月立法 1月实行 所以昨天4点钟颁报 但颁报的时候 也很奇怪的一个实践点 跟那个family package 一起来宣报 所以媒体上都没有人说这个事情 所以令人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网上搜索的时候 一没有反响 二连材料都挺难找得到的 我自己在搜索的时候 也搜索了一个错的 就看到以前他2016年给推翻了一个提议 那个时候是由Fill Trifun提出来的 Anyway 现在这个法案 其实改变挺多也挺复杂的 应该谨慎一点 好好地考虑一下才是 它这个法案的宗旨呢 就是一路过来可能 我们都已经看了很多了 那么在这个新西兰的话呢 有很多选民啊 或者是公众啊 有很大的呼声在里面 没错 就是要让新西兰的房价的话呢 要让这个新西兰本地人 能负担得起 那么让这个新西兰年轻一代的话呢 能够能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能够能成家 能够置业 所以他总终止了就是这样 那我前几天其实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其实在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里面 这个海外买家所占的比例 可能只有3%左右 那么工党这样一个政策 您觉得会凑效吗 海外买家所占的比例来说 我看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统计 因为国家党一直在那个 新西兰没有太过多的材料公开出来 现在他工党基本上就无论现在的装怎么样 总之他的目的就是 不让海外人士来买了 只能够本地人 新西兰的永久居民才能够买得到 这样就是他的目的 他也不管怎么样情况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 他认为可以制造房源 可以制造买者的市场有的买 在租客市场有的租 他就因为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法案的话 基本上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如果你是有新西兰的护照 那么意思也就是你是新西兰公民的话 那是基本上不受影响 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任何限制 想买就买只要有钱 对 他也没有说你到底是有没有住在新西兰 他只是说你有这个护照 有这个公民权就OK 那么这是最厉害的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平常俗话里面说的PR 就是新西兰居民 已经拿到永久回头的 这个算是PR 这样的人的话呢 他是有一点点限制 有什么限制 是他是要看在 他在买房的时候的过去的12个月里面 第一个他是不是以新西兰为家 第二个他具体人是不是在新西兰超过183天或更多 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新西兰居民 持有新西兰的这个PR 你也要在过去一年当中 主要的时间都居住在新西兰本土上 是不是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可能就有一点 可能有些人觉得疑惑 什么叫以新西兰为家 对 为家的话呢 其实并不一定说你人一定在这个地方 比如我人在英国在澳洲的话 我也可能是被说成是 或当做是以新西兰为家 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的房子还在新西兰呢 或者说你没有房子 你租来的这个房子 或者你租来的一个房间 还在这里等着你的 你的职业还在这里啊 这个就是为家 但第二个测试呢 就是说你确确实实 人在这个土地上 要183天或更多 就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限制 基本上就是最起码要住在这半年 嗯 那如果再往下走呢 如果 就是一般的 所谓的 我们讲叫有居留权的 嗯 那你如果说是拿到这个 呃 所谓的居留的话呢 嗯 第一张 第一个拿到的就是居留权 嗯 然后呢 根据你的情况的话 一般是在这里待了 两年 嗯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的话 就可以拿到那个PR 嗯 那么刚才讲过PR 嗯 现在就讲到刚刚拿到这个居留权的人 嗯 那么你看你的这个签证的话呢 你张纸上 它上面写的是Residence Visa 嗯 这一看就知道 就是刚刚拿到这个 还没有转成PR的人 嗯 但是已经有这个居留权了 嗯 这个的话呢 要比这个PR的话呢 又要困难得多了 嗯 它的困难在哪里 它的这个困难的话呢 它首先的话呢 说是你有这个 你是有这个签证 嗯 第二个的话 它说你要符合 你对你效忠于新西兰的这个测试 测试 测试 什么样的测试呢 对 它这个测试呢 指的是说 你这个签证的相关的规定的测试 嗯 这句话我的理解的话呢 应该是指的是 移民局的这个移民手册规范里面的 讲到关于这一类的 拿这一类的这个居留 居留权的人 他里面的这种测试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一般普通的人 他拿到居留权的话 一般是 呃 经过两年啊 嗯 在集中每一年的里面 183天 在这里居住的话 两年到了以后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PR 嗯 还有一些呢 是用税务居民啊 或者其他东西来 嗯 来做的 所以我感觉的话呢 因为现在具体的东西 可能还没有 那么细则还没有出来 对 嗯 那么最后一类的话呢 不用说了 就是纯粹的外国人 就是工签 学签 是吗 对 那一类那种人 根本是 肯定是需要申请的了 嗯 再补充一个就是 如果他不是一个 这个永久居民的话 嗯 他如果真的买房的话 一 只能够买来自住 嗯 也只能够有一个 而且呢 他必须要 12个月以内买了 嗯 卖 12月内要卖出 才是 卖出 要卖出 因为他不是永久居民嘛 嗯 就是现在已经买了房的 这些海外买家 有在12个月中出售吗 不会 因为这个房还没实施嘛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房的话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如果 如果比方说你是一个 创业移民 嗯 创业移民 或是你是个投资移民 这两类移民 他的签证都有限级 比方说要两年以内 你的生意是赚钱的 或者投资移民 你放一千万是要放三年 才可以 符合移民局的要求的话 没错 那在你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以前已经给移民局 说不符合了 拿取消你了 那你就必须 要把那个房子卖掉才是了 所以不是普通一个有条件的 居民签证的人 可以买了房 可以待待平安 不能够的 嗯 刚才我注意到何律师说 这个工签学签这些 何律师没有说一定不能 何律师说了一个词 叫一定要申请 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 某一种可能 他们还是可以买到房的 另外一类就是 如果你什么签证都没有了 哪里是可以申请 但是申请的时候 他借助的条件是有一点 令人感觉是没什么意义了 为什么 他现在申请的时候 然后你要 要么你就制造房源 制造房源 制造房源就是 本来有的医户 或是本来有的一个屋 你一定要比现在的多才是 那你这样制造 制造多了以后 OK还可以吧 我制造多以后 开发了以后 但是另外一个 他也是要你制造了以后 你还是要卖出的 就不能自住 不能够 有一些是不能自住的 你不能够自住的话 你基本上你只能够制造房源了 但是有一类的 你是可以自己住的 但是你不能自己住的话 你只能够是开发了以后 那就做生意吧 当做做一个生意 那你只能够卖出 那制造房源 可能有钱赚的赚那个钱 但是以后是怎么样了 就变成你不能够是自己用来住的 就是说他的一个宗旨 就是要为新西兰现有的市场上 提供更多的房源 这是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 没错 他的宗旨还是一句老话 就是要为了是 新西兰本地人 本地人怎么定义 刚才已经讲过了 为了本地人能买到房 买到价格合理的房 然后是本地的年轻人 能够自己来安家之夜 他的宗旨就是这样 那其实呢 工党在出台这个政策以后呢 我看新闻相关的新闻的报道 还是很多 那么在除了这个房屋以外 这个购买土地上 会不会有什么限制 现在那个住宅地的定义 以前的很清楚了 什么叫敏感地 是五公顷以上啊 或是农地啊 或是零和零水零湖那些 就是敏感地 现在所谓的住宅地 residential land 就是看市政厅的名册上 有一些定义 什么叫做住宅地的 什么叫做lifestyle的 那今天包括了好多好多的地了 基本上也包括空地 美房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人 买了一个空地的话 你可以开发房源 建了一个房 你还是要卖出 所以空地的话 也是等于是住宅地 也等于是住宅屋 有房没房的话 如果你是海外人士的话 你买了以后 你还是要开开发了以后 增加房源以后 还是要卖出的 嗯 就不能自己持有 不能够一直持有 一直保留的 那你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的土地 都必须为现成本地人 服务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样 这样说吧 你海外人士 不能够长期拥有了 你在开发的时候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 你要开发好 完成了 你也不能够继续自住 或是拥有 要卖出了 那么再加上一个 所谓的两年测试 现在要增加到五年 是吧 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从2015年10月1号之后 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我们定义一下 什么人 他只是外国人 如果这个外国人 这个物业 在他的手里面 持有少于两年的话 他卖出的话 他要交额外的税 这个税的名义是什么 他要交的是什么税 这个税的话 如果用中文来翻译的话 就应该 一个字一个字来翻译的话 就是居民用地保留税 居民用地保留税 保留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税的话 如果说是 这个税是一定要交的话 这个税的话 应该是由卖家的律师 就把它扣下来了 扣下来以后 直接交到税务局 嗯 税务局的话呢 再跟这个卖家呢 来清算 嗯 意思也就是说 他跑不掉 钱已经跑到税务局去了 那这个收税的目的是什么呢 限制一些投资者 对不对 当时是在 还是在国家党这个执政下面 他们采取了这么一个 也算是个小小的步骤吧 想来抑制这个 所谓的外国人炒卖房产的这么一个热度 嗯 嗯 没错 那么刚才讲是两年嘛 嗯 现在要增加到五年 五年 那么意思就很简单 就是如果是这个外国人的话 他如果不想付这么个高额的税 挺高额的 他不想负这高额的税的话 他可能这个房子在他手里面的话 如果已经在他手里面 那就是等这个新的政策 实行之前的那些外国人的话 他明显可能已经有房产 嗯 那么这个时候 他如果不想付这个税的话呢 可能这个房子的话呢 还要多等几年才能卖得出来 嗯 就是至少要持有这个房产五年 你卖掉的时候才不要交税 对 嗯 这样的话呢 呃 是为新西兰增加了房源了吗 好像没有 但是呢 它有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让那些想快进快出的 没错 那个呃 那些所谓的炒房团 有炒房的那个 嗯 他有投资计划的人 嗯 他的资金呢可能会有周转一个周期嘛 嗯 现在这个周期的话那长了 嗯 至少你不能就是一买进快速加一个价卖出去 这个行为是不行的了 对 嗯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刚才都讲了嘛 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说 他里面这个法案里面提议的话呢 嗯 我感觉他的这个执行 他里面讲到怎么执行 嗯 那么呃 有一条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沿用了这个税务法里面的这个所谓叫情报收集 情报收集 对 比如说他里面会有一个官员或者一个部门 嗯 他是专门来强制执行的 他可以发信函到这个任何单位 嗯 那我想律师行肯定是首当其冲的 没冲 因为你过户嘛或者怎么样肯定代表他 嗯 他的信函来了以后 你必须要把你的文件里面所有的东西 交给他 全部要摊出来 给他看 这是一项法律义务 如果说有任何人 包括律师啊 嗯 有任何人妨碍这个程序 把东西藏起来了 或者把东西毁掉了 嗯 这个是犯罚的 会有罚款 如果说这个程序走完之后 他如果发现是有问题了 嗯 这里面啊 那么有的人在里面是他想 击败这个法案 那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会有民事上的追诉 也会有刑事上的追诉 但是呢 他里面写的话呢 最大的惩罚的话 是在二十万之内 还是有一个上限的 二十万之内 那么具体怎么样的话呢 可能要等正式的这个文本 出来以后就知道了 所以呢 总结一句话 看他这里面的语气啊 和他这个起草的这些架构啊 看样子是好像是要来真的 挺认真的 要要认真的这个来 要来这个推行这样东西 然后要惩罚的一些 在里面不听话的 而且现在工党好像要我们律师 帮他做工 因为法案里面有提议一个东西 就是在房子过户的时候 律师是要出一个证书 什么样的证书 Solicited Certificate 证明你的买者客人是有资格买这个地 你才去成交 那这个求了 这个工作应该 事务举作吧 或是因应举作吧 这个不应该由律师来做 他没有这个审判的资格啊 按说是吧 有他就要决定你这个人来了多多几天呢 因为来到183天 过去12月才能够有资格 是其中一个条件嘛 那这个你就律师就要确认他已经符合了 你才能帮他过户 这个这个求了 踢给我们去做 他又给钱我们做吗 也没有啊 就是我们要履行这种政府这个抓紧政策的手段 那真的是有点难度 叫我们这样做的话 确实有点为难 相当于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查的任务 全部交给律师来做 但是又没有什么任何的回报 对不对 增加了律师的工作量 嗯 我中心希望不要增 律师的费用不要增加太多 嗯 早前的时候 宋律师提到那个 Non-resident residential holding tax 那个东西 也已经是他要我们做了一份工作了 就是要确认你是不是居民 如果不是居民的话 你过去是不是 两年以内就买卖掉了 那我们如果如果我们的判断是的话 就把他的税扣起来 嗯 那不要给他们 那这个我已经帮税主又做了一个工了 已经是实行法案 从2015年10月1号开始已经是这样子 现在以后的话都要继续这样做 再多一个就是在海外投资法改了以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出了律师证明书 确认了你才能够去买这个房 嗯 所以 但是其实对税务局来说 除了律师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 没错 因为是他要控制房子的买卖 是能够本地人买 所以肯定是用我们来把关的 他认为我们就要做 但是这个工就变成要我们立法 要律师帮他免费 对理行这个教授的这个责任 真的差 嗯 因为钱是在律师的信息账户里过嘛 嗯 所以的话呢 他觉得就是说 只要能把钱扣下来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 那谁能扣钱呢 也只有律师能扣 谁的话呢就找到律师 所以的话呢 总结也是一句话 我是衷心希望 如果他们真的是要 国会真的是要通过这个立法的话 嗯 我也是衷心希望 这个立法能够达到目的 不然的话呢 可能还要来新的举措 好 非常感谢两位律师 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信息 我相信两位律师的发言呢 也是所有律师的心声 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 交到律师的手上 可以说是很无奈 但因为税务局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哈 那么这样一项政策法规的推出呢 是牵动新西兰的千家万户 那么相关的政策和信息 请大家继续留意我们的节目 我们还会有相关的内容继续播出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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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